这次浴光骑士最尴尬的一次变身 男子不断地后退 被吓得语无伦次 下一秒 无狼承担不来 男子从窗口坠落 眼看就要落地成河 男子大喊一声召唤战俘 而在落地的瞬间 男子变成了浴光骑士 他帅气地担心落地 没坚持几秒就倒在地上 而在他的面前 又出现了一个浴光骑士 两人长得是一模一样 这到底什么情况 具体让博言给大家讲一讲 对了 说个重要的是 伯乐的频道 今天开通了粉丝会员功能 有能力的铁粉顶一顶 进来的前100名都是元老欧 之后呢 会在视频里点名表扬 感谢对熊熊的支持 OK 没有问题 话说这Steven在博物馆 变身成为月光骑士后 那时三拳就干掉一只狐狼 他是第一次感觉到 这月光骑士的强大 但是博物馆这边 被搞得是一片狼藉 因为监控里面 只有Steven的身影 并没有这大嘴呲牙的狐狼怪 所以我们可怜Steven 是当场被辞退 于是他决定调查一下 这身体里的另一个人格Mark 而他在家里找到的那把钥匙 应该就是Mark的 他费经周折 找到的钥匙对应的仓库 这看仓库的小哥看望Steven 他立刻就给他开了门 这所仓库 内科放着不少的军用设备 Steven在黑包里面 发现了一只圣子虫 只见他轻轻一按 这圣子虫被弹出一张翅膀 直接悬浮在了上方 感觉 这好像是一个指示方向的楼盘 就在这时 这Mark也是出现了 只听Mark表示 我是月神恐速的化身 替月神在人类世界伸张正义 惩罚坏人 他要求这Steven让出身体 让自己完成使命 Steven觉得这Mark就是纯熟扯淡 当下就要拿着黑包去警局自首 把自己关起来 不要再变身伤害别人 然而就在此刻 这灯光是突然伸出 走廊镜头 月神再次新生 随着感应灯的明灭 月神迅速的闪现靠近 Steven这会撒腿就跑 那是见况就算 然而这一个拐完后 Steven和月神还是狭路相逢 只见月神缓缓扭不头 怒斥Steven Steven被吓得誓成尖叫 那是再次拔他就跑 结果这一不小心 直接甩到了街上 这时恰巧碰见了一个亲摩托女子 这名女子竟然喊了叫Mark Steven上了女子摩托 在交谈中他知道 这名女子正是Mark妻子莱拉 就是之前电话里的那个人 得 这下肯定能调查出 这Mark到底是什么人 Steven带着莱拉回到自己的公寓 Steven表示 自己是Steven 不是Mark 当然这莱拉是肯定不信 原来这莱拉是正要跟Mark离婚 因为她受不了丈夫 随时随地玩消失 Steven说自己不是Mark 并且拉个黑包 让莱拉看里面的东西 以此来正议自己 就在这会儿 Mark是警告Steven 千万别 你会害死他的 但是莱拉一心一气 那是直接上手 拿出甲虫 顿时就是火冒三战 原来这Mark和莱拉 曾经是一起并且作战 去寻找阿米特墓雪的上甲虫 结果这Mark找到后 没告诉莱拉 这让莱拉特别生气 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就在这会儿 这两名警察找出了门 莱拉是赶紧拿的甲虫 躲到了宠户外面 Steven以为 这警察是为了博物馆 遭到破坏的事情而来 但是就不料 这警察发现了Mark图障 于是警察怀疑 这Mark肯定不干净 当下就逮捕了Steven 但这两人其实并不是警察 而可怜Steven 又会被带到哪儿去呢 就现在千万被眨眼 这可是史上最牛排的召唤术 只见男人把射魂拳 占往地上一除 第一名瞬间 炸开一片紫色光芒的地纹 接着男人嘴里是振振有词 结果就看到 这第一名像是被融化一般 直接产生了好险 结果在下一刻 一只怪物的尖爪突然出现 那是直接追击Steven 准备拿回圣诞虫 不过这实在没想到 那两个警察也是亚瑟的人 Steven被带到了亚瑟的教会 这里所有人的手臂上 都有天平纹身 这就是教会成员的证明 因为这Steven有两个人格 亚瑟控制不了他的神志 于是便采取了怀柔政策 表示自己会帮助你 咱们一起互帮互助 摆脱Mark这人格 然而就得知 这月神也是巧人出现 要求Steven杀了亚瑟 扭断亚瑟的脖子 Steven被吓得瑟瑟发抖 亚瑟安慰Steven 宝贝放心 只要你不听他的话 他就什么也干不了 随后两人吃饭的时候 这亚瑟再次跟Steven洗脑 说自己曾经就是月神的化身 是月神惩罚坏人的复仇之权 但是往往都是坏事已经发生 人们都已经遭受苦难月神 才去惩罚坏人 而亚瑟现在幸福的阿弥特神 是最公平的神 我们铲除邪恶 都是从根源铲除 就趁人类还没犯罪的时候 彻底杀死坏人 打造一个无恶的世界 但在这之前 必须要用你的圣甲虫 找到阿弥特的墓穴 以此来复活阿弥特 可惜圣甲虫早就已经落在莱拉手里 体内的马克尔警告Steven 不要控制莱拉 于是在Steven灵机一动 那时立刻转移话题 在坏人犯下罪行之前 就做出死亡审判 那那跟犯罪有什么区别 表示并不认合亚瑟的说法 要跟亚瑟划清界限 这亚瑟的所有耐心 此刻已经是消耗殆尽 既然你软硬不吃 那我只好来硬他 他拿起阿弥特力量的权杖 威胁Steven 我劝你把那东西交出来 可Steven就是一口咬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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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可就在这时 这莱拉拿的圣甲虫 是突然现身 月神立刻命令马克 赶紧去约亚瑟 于是莱拉把圣甲虫给的Steven 让Steven赶紧召唤战俘 Steven那是一脸懵逼 我 我 我真不会啊我 莱拉是只能拉着Steven 一路跑到楼上 这莱拉是个狠角色 摁住一个教徒 什么左勾拳右勾拳 段子绝子鸟 那拳都往对方身上招 直接把对方扔到楼下 这时亚瑟是再次召唤出狐狼 这回是真要杀Steven 他们俩是只能躲在仓库里面 用门转插起了门 Steven此刻已经是三魂丢的欺负 直觉要命散黄泉 这时狐狼也是迅速追了上来 一直在不停装门 马尔克着急说到 没时间了 赶紧让我上场 但Steven却还是很犹豫 因为他不想被马尔控制 但是时间不得人 就在下一刻 狐狼怪物彻底装在了门 仔细看 这只怪物全身干比如树皮 长着狼嘴尖牙 双眼发出优优的余光 朝男人怒吼一声 男人被吓得游轮自在 吓一时就向后退去 而这旁边莱拉却是一脸迷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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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哪里有怪物 原来这只狐狼怪 只有男人Steven都看见 Steven已经被吓得结巴 可是莱拉却什么都没看见 紧接着这狐狼猛地把Steven扑出双牌 在下车的关键时刻 Steven受到马克的一行 立刻召唤出战俘 最后也是来了个帅 帅气落地 这时马克出现在眼前 他吵吵Steven 这身皮肤 这 这怎么看都像是肯德基老爷爷 两人开始互相玩嘴炮 结果就在这会儿啊 Steven突然被弱飞 紧接着爬骑 拽下了一根汽车保险杠 是的 你没看错 这个男人正在被空气揍 Steven先人被拽了起来 然后被迫擦去地面 那一路火花带闪电 直接撞在了汽车前盖上 旁边的莱拉想救他 杠一冲过来就被瞬间推倒 紧接着的Steven被凭空举了起来 这眼看Steven就要断气 莱拉彻底发了痕 直接抄理酒瓶的狠狠地砸了过去 酒水让空气闲得行 原来还是那只狐狼 狐狼怪被彻底惹怒了 直接拽起来拉一条腿 来了个倒挂金钩 Steven趁机抄起旁边铁轮胎 那是光荡一声 狠狠砸在狐狼怪的后脑勺上 结果这没过两秒就被狐狼怪反噬 直接敲的Steven是眼冒惊心 满脑的飞鸟 Mark是数落Steven 哎呀大哥 我来吧大哥 虽然咱们是两个人格 但这用的可是一个身体 但是我们的Steven偏不清这个鞋 决定不再缩头缩脑 脱到西装外套 颠着小腿部 语言不断的调戏狐狼 然后瞅准时机 一击有勾拳 直接打飞了狐狼怪 所有动作这一击合成 Steven自己都震惊了 哎呦 我这么厉害的吗 当场就嘚瑟起来 果然是不出所料 这帅不过三秒 就在下一秒 那是被狐狼怪一脚踹飞 小垃圾 还是多回去练两年吧 紧接着一辆机车快速直来 Steven是抱着狐狼怪 弓当一声撞上的机车 就算这样狐狼怪还是秒死 反而伤到了我孤的路人 Mark提醒Steven 你再不让我出手 受伤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下Steven终于让出了 主人格的位置 就在下课 Mark直接控制了身体 他仰头看了眼月亮 来自月神庙的祭祀开甲 直接是破涕而出 这才是真正的月光骑士 只见Mark手拿了两把月牙飞镖 那时转身踏车而上 引着狐狼怪快速爬到旁边楼顶 一路的跳跃飞身速跑 在两栋楼之间 Mark用力一跃 直接来的彩空漫步 与月亮擦肩而过 成功到达了对面楼顶 刚刚收到月亮近距离照射 Mark的速度明显加快 蜻蜓点水一般的踏墙而上 人后一个单手撑墙 双腿带动身体落地翻滚 接着直线奔跑加速 在关键时刻 一个365回旋月牙标 这给狐狼打探的是措手不及 最后Mark顺势而为 顺着斜坡屋顶 举起狐狼怪的身体 砸在了下面 尖刺剑出样 狐狼怪瞬间灰飞烟灭 消失在了月光之下 这虽然打死了狐狼怪 但圣甲虫却在打斗的过程中掉了出来 那是被亚斯捡了个正招 真可谓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回轮到了斯蒂文长的镜中人 此刻是非常难受 要Mark赶紧把身体还给他 但是Mark却不能还给他 因为他要去找回圣甲虫 完成了月神的约定 原来这Mark曾经当雇佣兵的时候 那是被雇主活活打死 最后被月神恐肃复活 所以这Mark成了月神的化身 在人间伸张正义也是变成了月光骑士 所以他一定要替月神找回圣甲虫 下一站他们将来到埃及 而这前面的路依然是危险私服 本集到此结束 对了 说个重要的是 伯乐的频道今天开通了粉丝会员功能 有能力的铁粉顶一顶 进来的前100名都是元老欧 之后呢会在视频里点名表扬 感谢对熊熊的支持 本集是玉光骑士的第二集 本集问题 说一个跟月亮有关的动漫或者影视人物 伯乐先开个头 美少女战士中代表月亮消灭的水冰月 百变小鹰中肉包子来的血兔 还有呢犬夜叉中的杀生丸 还有就是龙珠中赛亚人变成大猩猩 这些都跟月亮有关 目前只能想到这么多 欢迎大家做补充 伯燕你也说一个 嗯 就比如在婚人者里面 长阿姨大同辉也算啊 她是六道新人的母亲漫画里的中级boss 这十位的正题是人界创始之神 还是查克拉之族 这一身外面简直是光芒万丈 但是被自己两个儿子连着十尾 那是一起封在了月亮之上 对 战力无敌了 可惜比较惨 本篇中的史蒂文终于变成了预光骑士 虽然样子就点咯 而且斗篷都没有 目前呢 还是马克变得预光骑士帅气很多 两个人用一个身体 还都能变身 效果却不同 这种设定有点意思 期待下一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的新频道 大家都多支持 我们手中会一起结束哦 喜欢手中的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